另外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也将于当地时间的今天在挪威的首都奥斯路市政厅举行 不过挪威人对于欧盟获得和平奖并不认同 有超过500位的民众来到了奥斯路的市中心 首举火炬抗议游行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受给欧盟出乎人们意料 但深陷战务危机中的欧盟对此却表现得异常高调 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 提前一天到达奥斯路将代表欧盟27国领奖 我们来到奥斯路去祝福一个重要的成功 我们来到奥斯路去祝福和平奖 我们来到奥斯路去祝福和平奖 不过把诺贝尔和平奖受给欧盟这样一个社会及经济正处于动荡之中 失业率居高不下 地位极其可危的组织 让不少挪威人觉得有失功允 于是原本用来庆祝获奖的火炬游行 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为什么他们不得了 有很多理由 一是他们站在32%的整个领域 领域的领域 我认为这就够了 一开始是非常多的因素 挪威不是欧盟成员 挪威民众先后于1972年和1994年 通过两次全民公爵断然拒绝加入欧盟 如今反对加入欧盟的挪威民众 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而就欧盟获奖仪式 欧盟内部也并非一致认可 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 瑞典首相赖因菲尔特在内的 六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拒绝出席颁奖仪式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